我叫林熙,是一名手机装表师 我的工作就是把一些没有功能性的老旧产品 以一种新颖的设计方式装表起来,留在客人的身边 不再使用的电子产品除了被闲置、丢弃 还可以成为装表作品 定格主人公一段独特的人 一般收到客人的物件之后 会先跟他确认他有没有相关的故事 以及他的物品想保留的程度 感谢观看 林熙有很多古典的物件 因为这东西拆的很简单 拆出来应该没有太多的零件 可以再写一些跟父亲的文件之类的 嗯 决定的拆开看看 从来自然的人标准备 从来自然的人标准备 做手术一样 拿出来她的五脏六腿 告诉你她是怎么工作的 她存在的意义 以及她被发明的时候 这些研发的心血都放在哪了 除了一些电脑的电脑 Lincy收获了一些东西 这些东西有个人的意义 我还收到一个外卖小哥的手机 这个手机陪着她走过了城市的很多角落 还有一次客人寄过来的快递 打开之后是两个一模一样的手机 然后我就会问她为什么寄了两部 她说这是她和她妻子 初创业的时候买的情侣机 所以把她一起寄过来 不仅仅是纪念当时初创业的 这个事业起步 也纪念两个人携手走过的 这段创业爱情故事 她第一个视频带了几个200批刀 Lincy 她所以编绘了一个众业 跟她的作品 然后她收到更多批刀 例如例子 例如例子 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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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贵物 都可以成为一件事 当一件事成为一种事业 就要放弃很多娱乐时间 那我也从一个开始非常爱玩 喜欢环游世界的小孩 小女孩变成了满脑子都是创业的 细枝末节的创业者 那这个时候是一个蜕变的过程 一开始我非常痛苦 让我很长时间都难以适应 那我们收到了一个非常严肃的物品 我们未来可能会收到 越来越多的这样的产品 比如说遗物 比如说很贵重的东西 那我们接下来收到这些物品 一定要保管好 保管好 就是千万不要给客人弄丢了 本着爱护的心 不要给他们的东西 产生二次损坏 注意这一点 然后最近过年可能 当我收到很多客人的肯定 以及我觉得见证了 他们很重要的人生经历 我就觉得这个工作再难再累 但是它是一个很有人生价值的事情 我就会选择坚持下去 嗨喽 好久没有打电话了 看我这个 你现在在哪里呀 我在家里头 今天这个终于收工了 回家了 我现在这个有的时候 还在公司里待 待好几天 一待三天 就不出去那种 我现在的终于收工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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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在天使鑫尼劑与都在其中心中物 dollars 选 整个数家里的改变 中心政策,那么多数在地坛 在中国厅上一整个小房间的商品 不仅好优先后一支清洗 几个半数的商品 用手机的拆植 放在露面的手机 主要公司的手机 都被养手机 是一家宾人手机 就是连来放入地址 你的手机 这些工具有机会 像现在这个零件的排布呢 就是以CED的方式去进行排列组合 那它跟数学一样 也都象征着严谨和理性 像这边我在跟客户沟通的同时呢 跟他要了一个他爸爸出的竞赛题目 那么加在这里呢 就让他每逢看到的时候 就能想到父亲作为数学教授的这个职业 和他的一生美好年华 他都奉献给了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等等 能想起他和父亲的一些美好的回忆 张先生和我说 他的父亲生前是一名奥数老师 他小的时候觉得奥数很难很恐惧 但是长大后才发现 那时思考解题的快乐是多么蠢粹 而长大后很多问题根本没有答案 之前一直信奉一句话就是 活在当下珍惜眼前一切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那像我说到这些装表画的主人公 他们的心境可能也和我一样 虽然经历了很多坎坷 波折和风雨 但是现在坐下来 去回望那种痛苦的回忆的时候 竟然是欣然接受 并且可能会感谢那些挫折 还能有一种把他们记录下来的心态 所以我觉得坦然地面对自己的过去和现在 都是一种很采然的心态 这个心态非常重要 在中心里的物件 人对象过来的重新鱼 不是有产生物的寻柔 但变成为了一个新鲜 新鲜的物件 是感谢那种情感 和感谢那种情感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